大家好,我是老罗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怎么样用抬具切斜边的小桥门 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要切的斜边画出来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家里木料很少 所以只能用一些废料给你们演示一遍了 这个桥门实际上对于木头的大小没有什么限制 好,假设我需要切这么一个斜边 我把这部分切掉 然后我们再找另外一块木头 注意这一块木头一定要有至少一个直边 这个直边会靠到这个挡板上 这块木头我们要切一个小槽出来 好了,现在这个槽切出来 这个槽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是从挡板到巨轮之间的距离 好,现在要提到的就是 现在我们这个槽已经做出来了 这个挡板就不要再动了 我们要保持现在这个距离是一致的 好,现在这个槽就是一个标记 就是说我现在挡板不动 如果我要再切的话 巨轮还是从这个槽的这个位置经过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要切的这块木头 实际上我们要保证什么呢 就是要保证巨轮经过的位置 要在这根线上 所以现在我们要再多画两条辅助线 好了,这一条 这边再画一条 好了,现在根据辅助线呢 我们就可以把要切的这块木头放在这一块木头上 然后这里需要想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需要把这条线放在槽的这边还是这边 我现在要保留的是干净的这一面 不是坏的这一面 所以这一面实际上它到最后是什么样子 我不是很在乎 所以这一面我就可以直接打螺丝打钉子什么 我都没关系 好,现在因为要留这一面 锯掉这一面 所以我这个辅助线一定要放在这个槽的这一边 如果我放在这一边的话 那这一边的距离,这块也会被切掉 这样我最后剩下的这块木头尺寸就不对了 所以一定要保证把它放在槽的这边 然后另外一边也一样,我们把它转过来 另外一边也要保持一样 所以我现在去把它固定一下 然后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现在打了两个螺丝上去 这个板就固定上面了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原先的这个槽是在槽的这边 然后呢,这边也是 在槽的这边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一部分都会被切掉 因为刚才我们的这个挡板没有变了 所以锯轮经过的位置 还是这个槽的这个位置 没有变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要把锯轮升起来 直到这个,它能切到两层板的这个厚度 这样就可以了 好,如果刚才我解释不是很清楚的话呢 现在我在切之前呢,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原先的这个槽呢 就是这个挡板和锯轮之间的这个距离 这么着过的时候开的 所以刚才呢,我没有动这个挡板 所以说这个距离呢,是没有变的 如果我现在呢,在这样过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剧本切过的 肯定是我要切的这条线 好了,这个就是切下来那块板了 如果你仔细的看一下呢 刚刚好切到画的那条铅笔线上 好了,这个就是怎么样用台具切斜边的小球门了 希望你能在木工里用得上 我是老罗 以后会和大家陆续的分享更多关于木工的小桥门 希望你订阅我的频道 See you next time